你婚姻 你这来的不是时候 今天你说李宝洁还找我搬家 李宝洁 你哪天搬不行啊 非得今天搬 我告诉你 李宝洁一点优点没有 唯独一个优点就是眼光好 看上了我 真有意 街坊邻居们啊 就当啥事都没发生 看见秘密也别吱声 好不好 拜托了啊 拜托了 拜托了 在哪儿呢 小脸 快点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我的天 来了来了 漂亮 你快点啊 哎呦我的天 还这么慢呢 你怎么 走 快走 快走 往哪儿走啊 到了 到了 到家了 你家在哪儿啊 这儿啊 这里完了 谢谢我 哎 抱歉 你听我说 趁你啊 东西还没搬进去 咱们赶快到中介 我给你租个比这房子更好的房子行不行 坏啥呀 坏啥呀 半年房租我都交了 你交完你不行啊 你知道对面住的谁吗 谁呀 秘密 秘密 对 秘密那你就别告诉我了 不是 我说 不是 我说 我说啥意思 就是他你不能住在这儿 这是危险 你知道这个 这个啊 不好啊 对面这个 住的 不是人 不是人呐 然后他没事就上蹲下跳的 左蹦右踢一点 他打鬼 屁股露的 不是人还上蹲下跳的 要对面中了只猴呗 也可以这么理解 他怎么跟你不能在这儿 他对你非常地有威胁 你知不知道 赶紧走 快走 哎呀 没关系 你啥没关系 他打呼噜 他打呼噜 他打得那么 踢 踏 打 别打呼噜 你咋知道的 他打呼噜 我在保安庭都能听着 哎 没事 我睡觉晨 不怕 这样 你先把东西都送进去 我下楼再取一趟 辛苦了啊 不是 不是 咱好好说 哎 哎 保洁 你替我说 等下想啊 不是 想你 问你我 哎 保洁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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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天今天是要灭我呀 这假的 你这 就这么巧 搬就搬到 秘密对门去了 你说秘密人家还找我 搬电视 你说这不疯了吗 李保洁你 这是我别问 我跟你说 我已经骗秘密了 咱必须得把这个谎圆过去 啥也别说了 我接下来我就 我就说 我得打扮打扮 那有空 我敢啊 那秘密不得行刺 啊 我 我 我跟李保洁有事啊 我俩 啊 装扮上 哎 谁也别发现 这样哎 伪装起来就好了 看着呗 你说吧 这个秘密也是的 让我搬电视 就我这体格子也搬不动啊 给我 哎 哎 小脸啊 你来了 哎呦我的姐太好了 秘密刚才说你开会你来不了 这回行了 咱俩一起搬吧 哎 小脸 你说话你说话呀 小脸说话 你干什么呀 这个人真的是你这好笑 你这怎么的还还推我呢 还 小脸小脸的 你真的好笑 谁也起名字叫小脸呢 我 我不认识什么小脸 我也不是什么小脸 哎 你咋的了 说话咋变身了呢 哎 这大同天呢 还长个蚊帐 咋的 装扑风策呢 什么这个人真的是 我告诉你了 你认出人了 我不是小脸 那你是啥脸呢 我是 丢脸 你这个人真的是 你不要抢人家东西 我跟你的那个朋友长得就这么像吗 行啊 你说 如果是戴上他 你还能认得出来吗 小脸啊 小脸行行行 你玩吧啊 好好玩啊 好好玩啊 秘密啊秘密 我是小脸 我是小脸 哦 小脸 对不起啊 哦 不是小脸啊 搞什么呀 你再点去 我抢你了 真的假的 你听我说出事了 出大事了 啥事啊 这是谁家呀 秘密家呀 你知道谁搬那来了吧 谁呀 李宝洁 那不完了吗 那可不完了吗 你想想 这个画面啊 秘密还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他办电视 我说 我开会呢 啊 结果李宝洁就 找我搬 搬家 我就来了 你这秘密要看着 不得误会 不得伤心呢 我俩以后 往下进展 怎么进展呢 对不对小脸 对啊 你们三个人 属于什么关系 啊 你们三人的关系吧 我太清楚了 你看啊 你喜欢秘密 秘密不喜欢你 李宝洁喜欢你 你就不喜欢李宝洁 你们三呀 就好比斗地主 你这个地主啊 碰上俩农民 你在想 我这地主抓俩王 先炸谁呢 我先炸你 你炸我干啥呀 我一个卖胆的 你这牌打得也挺好了吧 咱先不打牌了 行吗 行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今天呢 有点不稳妥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记得帮我化解了 听见了吗 记得秘密钥匙 问你小脸呢 你就说 小脸开会呢 秘密 小脸开会呢 他开会 就是我知道 你俩在我楼道里 开的是什么会呢 开会会不会再都不会了 开的 其实秘密我来 我是想给你惊喜 对就是那种 出其不意 闭自闭的那种 感觉你能明白吗 我好像明白点了 你想突然间出现 给我惊喜 帮我办电视 帮我办电视 那拿这些东西来干啥呀 小脸你聪明 你摘下了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给你买的 啊啥呀 愿意呀 愿意呀 秘密啊 这么回事 小脸呀 给你买了这些东西 想给你个惊喜 你小脸哎你太有心了 你俩还等啥呢 搬进来吧 妈妈 看 这个怎么整 这个人肚子 哎呀 累死了 哎呀 等等啊 搬进去了 搬挺快呀 接着搬 哎呀 哎哎呀 看给你累了 哎呀哎呀 我给你下楼 买可能纸圈牙筒吧 你接着往里搬 等我啊 不用了哎 再见 等我 等我 我说你这别别别拿东西了 哎抱歉 完了 哎我的妈呀 小千 你再猜一下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又是一个惊喜 班班 小千 你这惊喜来的都挺快呀 是主要那快递送的快 对 有个快递 那就可快了 快 小脸 我给你买什么了 哎呦我的妈 肯特基全家桶 哎呀好脸 我钥匙拉进箱子里了 箱子呢 箱子在那屋 啊 那个宝洁呀 哎 快走 哎 别回来了啊 好好好 快点走 哎呀 不对啊 我刚才进的哪屋啊 这屋 那我家是这屋啊 是 这屋 不是猴的家吗 孟妹得打扰一下哈 请问是哪只猴的家 小脸啊 这缘分来得太快了哈 这么快就碰上了他俩 那个惊喜是一个接一个呀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惊吓了 不可能 来吧 拿着 我给你们好好的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位快递 这位就是传说中的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 我还得开会 告辞 箱子 我怎么就送快递了呢我 就是你不腿长吗 行 你走到快 就是送快递是吧 嗯 快递我听懂了 余小脸你过来 我这只猴 我觉得你有必要也解释一下 你这是 你呀 就是平时聪明 伶俐活泼 在我心里面 就像一个可爱的小猴一样 那不对 你刚刚还说人家不像人呢 对 你像人吗你 你分明你不是仙女啊你 你还真是叫打呼噜吗 谁呀 她吗 打呼噜是她 她打呼噜就打呼噜 秘密打呼噜 那不叫打呼噜 她叫小相憨 你三点 你三点 过来 我打不打呼噜你怎么知道 对啊 我想像的 我实在变得是 我跟你们俩说实话 秘密啊 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 我已经答应好了李宝杰给他搬家 没想到这个时候你电话就出现了 你说我对你的那片心 你让我往东我不敢往西 我就想要 让你心里舒服点 你说我帮他搬家 你万一碰着了 你说我跟你撒着谎 到时候你是不是心里不得劲啊 这么说你能理解 理解 他这个理解也太轻易了 你能不能说一下你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理解这个事 没啥问题啊 李宝杰你挺讲诚信的 你看哈 你先答应了他 这个助人为乐也得分个先来后道吧 李宝杰但是我有件事不明白 你骗我干啥呀 因为我心里都是你 确认得不想我 我感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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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洁是吧 哎你帮过来了 你好我是秘密 啊 听小脸提过你 保洁你是有啥误会啊 我跟余小脸 其实就是普通朋友的关系 真的啊 真的啊 但是哈 现在咱俩关系不一样了 对门邻居啊 以后咱俩好好相处啊 就这样去 你好 我叫保洁 多多关照 你好 哎这样哈 我正好买个肯德基全家桶 到我家一起吃吧 嗯 等啥呢小脸 来吧 哎 哎 我家也有肯德基全家桶 小脸 来我家吃 偶尔让我潇洒一半 我还不会的那种 这玩意整得挺尴尬 你说小脸 这种局面 你就是 你不用考虑我 我去谁家吃都行 行了 你俩别考虑了 保洁来 这样哈 这一桶呢 留给你俩 咱俩吃这桶 正好保洁 你东西全在我屋里 我帮你收拾收拾吧 走 哎 余小脸 再见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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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俩好 他俩整一块都认识了 是啊 哎 小脸 你说 我真的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局面 你说说 我怎么想不明白呢 这事啊 老是看明白了 你怎么看明白的 这全家桶啊 得趁热纸 哎 哎 真好吃 给咱俩的 你给我留一块啊 小脸 这不行啊 快 小脸 犯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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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